大家好,我是小赛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紫菜蛋花汤的正确做法 做法非常的简单,味道鲜美又好喝 而且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喝上一碗真的是软腥又软胃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喝 紫菜蛋花汤看似很简单 但是想要汤做出来好喝 其实也是有诀窍的 下面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制作的吧 首先准备一小块紫菜 然后我们把紫菜撕水放入碗中 选紫菜我们要选择这种紫色的 这里面没有泥沙 接着碗里面加入清水 清水没过紫菜 将紫菜浸泡三分钟左右 浸泡好之后 我们将紫菜清洗干净 把紫菜里面的粘东西与杂质清洗干净了 清洗干净之后 再将紫菜捞出来用手挤干里面的水分 然后把紫菜 然后把紫菜放入碗中备用 然后把紫菜清洗干净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西红柿 将西红柿切成薄片 但不要切断 切好之后将西红柿调下位置 将西红柿切成长条 也不要切断 切好之后 再改刀将西红柿切成丁 全部切好之后 跟紫菜放一起 准备两根小葱 将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 跟紫菜放一起 我们再准备准备理切好之后 再改刀製成薄片 可以切成薄片 然后把姜片切成姜丝 切好之后再改刀 把姜丝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跟紫菜放一起 然后碗里面加入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鸡精 少许的白糖提鲜 少许的胡椒粉 少许生抽 适量的食用油 最后碗里面加入一把虾皮 接着准备一个小碗 碗里面打入三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将它搅散 充分的将它搅拌均匀 将鸡蛋液搅拌至 用筷子一挑撩不起来 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之后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往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猪油 开大火将水烧开 水开后分三次倒入水定粉 分多次加入水定粉 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将它搅拌均匀 下锅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再第三次加入水定粉 再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再把火关掉 接着把搅好的鸡蛋液淋到汤汁里面 再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 再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 让里面所有的食材受热更加的均匀 一道非常美味的紫菜蛋花汤就做好了 做法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你一看就会 这样做出来的紫菜蛋花汤 汤鲜味美又好喝 而且非常的软腥又软味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做吧 如果我的作品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用您发扯的小手帮我点个免费的小星星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